高通脹開啟跌宕行情 黃金與原油成為最大受益者 大家好 歡迎收看ACY證券金融市場分析 我是你們的分析師Peter 昨晚市場的行情可謂是跌宕起伏 而波動的起點便是美國的高通脹數據 昨日美式盤中美國發布了CPI通脹 同比暴得8.5%超過了前值與預期值 由於高通脹帶來的加息預期 已經部分被納入市價當中 在數據發布的一個小時內 整個市場開始了集體反向波動 短期國債收益率骤降 美元隨之大幅貶值 原油黃金和股市開啟了全面大漲 不過這種現象並沒有持續太久 隨著主力入場 市場恢復到了先前的趨勢當中 各大股指更是將所有的漲幅全部歸還 唯獨原油沒有絲毫回調的跡象 美元儲二把手布雷納德在隨後的講話中表示 烏克蘭的問題正在加劇美國通脹的風險 可能會在6月份開啟縮表 雖然表達的態度有些模糊 但市場仍以鷹派來看待 並隨後加速拋售股票資產 然而就在股票大跌之時 黃金卻開始了反向震盪上漲 黃金昨日的強勢表現並不難理解 就在美國通脹發布後的一個小時內 普京在記者會中表示 俄烏的談判再度陷入了僵局 俄羅斯將繼續進行軍事行動 西方國家立即做出了外交反擊 增加了軍事和資金的援助 並準備一起訪問烏克蘭 美國總統拜登更是直接譴責 俄羅斯在實施種族滅絕 一時間地緣風險驟然拉滿 投資者們開始大局買入黃金避險 考慮到美元指數多次測試100大關無果 以美元計價的黃金價格 仍有短線看漲的機會 從黃金小視處來看 週一的金價曾測試過1965的前高點水平線 不過由於沒有消息面支撐 價格衝高回落 伴隨昨日消息面利好 金價連續衝高 並突破了頂部阻力 回踩後站穩1965關口 形態上呈現突破的結構 動量指標保持在中線上方 形成了強多頭局勢 配合上美元的鑒頂 黃金價格短線以逢低作多為主 線價下方的關鍵支撐 主要看1965的趨勢線 和前低點共同結構的支撐 入場時機可以等待動量指標回調後 再行轉向的看漲信號 如果日內動力充足 沒有出現回調的壓力 便需要關注K線實體上穿1975的 跟隨作多機會 日內的突破 可以配合CCI趨勢指標 上穿正100線的多頭結構 需要注意 黃金目前的多空糾結 短線多頭強勢 並不代表金價進入到長線的牛市當中 一旦金價跌破1950-1960的支撐帶 便很有可能回歸到下跌趨勢當中 焚高做空的交易者 可以關注以澳元計價的黃金價格 在2700澳元位置受到的頭部足利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今日關注數據 歐元區有兩月份工業產出月率 美國方面有3月份PPI月率 以及當週原油庫存 此外加拿大央行即將發布利率決議 央行行長麥克勒姆也將召開新聞發布會 需要重點關注 以上便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都是詳細的